要講植物的這個構造與功能 那他就要先鑑定一下什麼叫做植物 那因為大家都是新時代的青年 所以你們國中學的就是五屆分類檔 那在五屆分類檔裡面的話 那這個植物到底是屬於一群怎麼樣的生物 怎麼樣的生物才會被叫做植物呢 在蒸合生物中 所以首先我們就知道植物是蒸合生物 然後接下來具有細胞病對不對 它具有細胞病 可是蒸合生物具有細胞病的還有誰 還有成菌還有藏類對不對 我們再往下看 具有細胞病和黑胎的多細胞自營生物 他講到多細胞 那當然多細胞其實也就跟一些單細胞的藏類 跟這個單細胞的成菌就屈合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再往下看自營生物 那自營生物這個詞就跟誰是屈合的 就跟真菌屈合的 因為真菌它不是自營生物 那另外的話 那根藏類的屈合 因為植物我們相信它是從藏類 特別是人類藏引化 所以它根藏類的親密關係 基本上就有人進 凡具有細胞病和黑胎的多細胞自營生物 黑胎有沒有看見 那黑胎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就蛤 植物還有黑胎喔 黑胎不是動物殘養嘛 植物為什麼有黑胎 所以其實有個很大的重點 黑胎這個概念 就可以跟藏類做區骨 那什麼叫胚胎 胚胎的話 其實它也就是 受精卵留在磁株體內繼續發育 這個簡單來講就是一個胚胎的概念 那大家比較熟的 例如說開花植物 然後它不是這個花裡面有刺蕊 然後肌部是有黑豬 受了之後 整個這個刺蕊的脂肪 會發育成過時 黑豬會發育成種子對不對 它是不是一個受精卵在裡面慢慢的發育 然後就是種子 然後果實就是這樣子 或是它還可以幫助它傳過 所以像這種受精卵 留在磁株體內繼續發育 那麼這個就是一個胚胎的概念 像我們講的胚胎啊 胎兒啊 不也是這樣子嗎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因此變歸類為植物界 所以其實植物界的植物 又有人把它統稱為胚胎植物 願意支持一下胚胎植物 那因為他們是一群有胚胎的 所以就強調它是胚胎植物 胚胎植物 那另外又有人強調 因為藻類都收回在水裡 至少是我們講的 還沒有植物的時候 然後從水裡面登入了 然後變成現在有植物 所以植物學家有些喜歡把植物 都叫做入生植物 因為它是登入生植物 那大家會說不是有水生植物嗎 對不對 水運草是不是這樣子 那還有一些飄浮性或浮水性 像浮瓶 然後像這個菱角 現在在收藏 然後另外 我們現在是十月十月 因為網路上也換了很多 然後另外的話像這個荷花 所以不是有一些水生生物嗎 可是有沒有發現這些都是在陸地上的水域當中 植物沒有回到海裡去 當然長在海邊的植物算了 它只是長在海邊 然後一直長在海裡 所以植物學家又喜歡把植物界的植物 除了都稱為胚胎植物之外 有時候也喜歡稱它們為入生植物 所以你要注意 下次看到入生植物的時候 你就要仔細看一下 它是為了跟水生植物做區的 還是是扮植所有的植物 因為畢竟淡水、塵灘、溪流、河川、湖泊、水域 也都算在陸地上 所以不要這樣講也可以 或者你也可以說 它們是千種牌裡面的藻類 登陸了之後 有些在到水裡面去 好 所以大概是這樣植物 然後接下來下來的話 就是有圍管樹跟沒有圍管樹 這國中沒有學過 還有圍管樹的話 就是圍管樹植物 那沒有的就是無圍管樹植物 那無圍管樹植物植的當然 主要就是鮮胎的 然後植類開始是圍管樹植物 可是植類它並沒有產生種子 所以呢 接下來的話又可以再區分成 這個種子植物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你又可以再依據它的這個 種子 或者有受角黑珠 是不是有乳肉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稱為這個 被子植物 或者是乳子植物 然後被子植物的話呢 你又可以依據它子葉的樹木 分成單子葉植物 還有雙子葉植物 我想這個大家應該在國中中學過 大家還記不記得 其實我們一講到植物 大家可能很習慣 就是說它有六大器官 根青葉花果實種子 大家知道 當我們講植物有六大器官的時候 其實我們講的是哪一種植物 其實我們講的就是被子植物 因為蘿子植物它其實沒有花 它也沒有果實 對不對 它有求果 跟求果的果實是不一樣的 然後呢 蕨類它根本沒有種子 它也沒有花 那另外的話呢 顯胎類更別講 顯胎類更慘 它連個人經驗都沒有 你就算它看起來很像 其實植物學家會覺得要微管樹 微管樹植物以上的器官才會叫做根青葉 所以顯胎類更慘 根青葉花果實種子沒有一分用 所以其實大家要記得 我們以前學一講植物 你叫自然根青葉花果實種子 其實那講的是被子植物 或種形成的開花植物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個 地上部分跟地下部分 那我們看到地下部分就是人的部分 跟這個功能的話就是 顧著吸收還有儲存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又可以再看到什麼 就是那麼根 我們就把 因為一般來說根就是在地下 但是不一定的 這會長上來 那不過我們就把這個根 所有的根 我們就把它統稱為根系 系統的系 那所有的根我們就把它統稱為根系 然後再依據它是否具有這個主幹 就把它是不是有一個中軸 我們就把它叫做 再分成軸根系跟須根系 軸根系的話呢 當然大家已經講了 就是有一個主軸 會有一個主根 那須根系就沒有 顧米思義就是須須的這樣子 那軸根系一般來說 是雙子葉柱 軸根系一般來說是單子葉柱 那但是呢 大家不要就以為 他一定要會跟這個曹德宮的朋友吧 那當然也可以說 木本像樹木 它一般來說都是軸根系 軸根系它或許比較能夠深入地底 比較一級感溫 它就比較能夠佔的溫 那但是呢 草本植物也是有軸根的 因為雙子葉植物 我們剛剛不是講單子葉主要是區分 雙子葉主要是軸根 雙子葉不是還有草本跟木本嗎 那當然那個是金的區分啊 我還沒有講到金啦 只是這邊提到我就順便問一下 那草本植物的話呢 其實它也有軸根系 大家最強的例子是什麼 就是桃維菜 那其實我覺得對大家來說 更明顯的例子是什麼 就是大根啦 我們來過大根 就是那個蘿蔔啦 蘿蔔是草根 蘿蔔也不是樹對不對 蘿蔔是草根 可是它不是很明顯的 很巨大的軸根嘛 是不是啊 如果要精準的來講的定義是什麼的話 其實蟲根 大家以前國中都國小去過嘛 有沒有撞過豆子 然後有沒有花過那個 那個突花日記還是什麼 那一開始種子在蒙發的時候 它不是會這個吸血潮罩 然後胚根突破腫瓶嗎 所以其實那個胚根 記不記得 種子不是就有胚軸、胚牙、胚根、子葉 胚根 那它如果在發育的時候 它的胚根 然後呢 一直長大 一直長大 如果它長大了之後 這個胚根還持續存在 而且繼續的壯大 存活下來 那它其實就是軸根式 它也就會是個軸根 那虛根的話呢 是什麼 大家要記得 那基本上它如果都是來自種子的話 那它已經都會有我們講的 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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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胚 所以如果它這個胚根持續存在 而且壯大 就會變成一個中周 就變成一個鎚根 它就是腫瓶 situación 那如果它這樣子 一開始從此蒙發說 胚根突破獎逼 然後接下來要幫忙 趕快支持 趕快吸水 然後也幫忙吸養分 然後接下來如果它 覺得自己 結段性順庫已經達成了 然後它就死掉 它就萎縮,就沒了,接著找精的肌部 就會長出一堆根來的話 那就是徐根寫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把這些都叫做無定根 這些不是由軸根發育來的根 或者我們可以講由植物的地上木軸找出來的 也不管是它突然從精、從枝條的結 那一些都會被叫做無定根 所以簡單來講,它只要不是由軸根發育來的 不是由黑根發育來的,我們都可以把一些根叫做無定根 根的統稱就叫做根系 有半植物所有的根 那這個根系當中會有一個主軸 就叫做軸根 那這個軸根通常就是由黑根發育來的 那通常是雙子葉之類的 就這樣,簡單吧 接下來我們就看到根的構造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根的構造 那根的構造的話 我們就可以從這個外觀上來看 或者是切開來看 那從外觀上來看跟直的切 看起來好像是差不多 還有像是有沒有跟人家說過 就我們這個根光所以會有點暗 不過我們現在的水平機應該都很厲害 還有自己把它變不掉了 我自己調過白一點很難 那不好,所以我重點沒有在調 好,我們來看這個根 那根的話我們這個由上而下 我們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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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而下 最下面的話叫做成熟部 就是成熟部 然後有延長部 生長點 還有根管 那這個成熟部呢 成熟部當然它就已經開始成熟了 顧米茲葉叫成熟部 那什麼叫做成熟 就是這邊的細胞已經開始分化了 細胞已經開始分化了 所以它就會有很明顯的不同的功能 如果其他地方的話 你同切 它不會有太大的不同 當然是不一樣的 只是不像成熟部這個樣子 這邊就這麼明顯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寫做橫切 我們就會從成熟部來做橫切 因為它已經分化了 所以橫切之後 就會看到流外還會有很明顯 又嚴謹的 不同的構造跟驅門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從這邊做橫切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已經成熟 已經分化了 那就這個外觀上來看的話 成熟部的地方 其實已經開始有了根管 所以其實 其實有人就會 這個會把成熟部 也叫根管部 就是你就外觀上來看 它其實長的根管的地方 就已經是成熟了 所以有時候這件事 你看小幼鳥 你要很仔細看 有時候你沒注意 你會以為它全部都長滿了根 其實沒有 它已經分別 所以有人喜歡把它講 細胞分化 有人喜歡把它講細胞分化 不過比較小 比較小的樣子 好 接下來的話 連長 鋪的花痕 忽明思逸 就是 細胞開始延長 跟它這個時候 細胞壁結構會變比較弱 然後它就會 因為濃度高 就會把水吸進來 然後水吸進來之後 就會把細胞重大 那就開始延長 所以它叫延長部 另外的話 這個新的細胞是怎麼來的 因為這邊有斷尾細胞在進行分裂 所以那個地方就叫做生長臉 所以那個地方就叫做生長臉 就叫生長臉 所以生長臉 它就會不斷的分裂出新的細胞出來 它就會不斷的分裂新的細胞出來 那這個生長臉的話 其實又被稱為頂端分生組織 頂端分生組織 另外的話 頂端分生組織 它管的是什麼 它管的是初級生長 頂端分生組織 簡單來講就是幫植物長高 或者是長長 那形成層的話 它其實就是管次級生長 剛剛那些 primary 就是 secondary 就是次級生長 它就是幫植物長粗或長胖 長粗或長胖 在生長點前面的話 它會有什麼 它會有根管 或者是根腦 rute pay 根管 根管或根腦 那根管或根腦 當然它的重點是什麼 它的功能其實也就是老腹了 根管或根腦其實是一群很倒楣的細胞 根管或根腦是一群很倒楣的細胞 有沒有動物來吃它 它也都不會知道 那還好還不知道 所以它就有往前 那它一直往前 一直往前 如果遇到苦比較硬怎麼辦 如果遇到石頭怎麼辦 那難道生長點會因為 你遇到石頭就不分裂嗎 不會 它會一直分裂 那你就會一直往前擠 一直擠 就有可能會破裂 就會死掉 所以其實這個 山長點不斷的細胞分裂 形成新的細胞 那有很多是补充到前面 變成分換 那有部分就會開始延長 然後延長了之後 基因表現開始分化 所以它應該是最前面是分換在保護 那為什麼會一直往前長 因為會一直有新的出來 為什麼一直有新的出來 因為有生長點 那然後呢 然後一直長的重點跟 有一些細胞就開始延長 對不對 你有新的細胞然後再延長 所以整個根部就會往前伸 所以這邊就叫延長部 還有很大的重點是因為細胞感染 然後呢 然後接下來已經差不多了 就開始成熟 什麼叫成熟 基因開始表現出現構造功能上的差異 那因為基因表現的不同 出現構造功能上的差異 接下來就叫做分化 對不對 所以成熟部這個地方 就有了細胞分化